山東的夏先生 感謝您打電話 進來發表您的觀點 一會兒呢 我們讓麥克諾頓先生 來談談他的看法 我們再接一位河南的顧先生 河南顧先生您好 我這個環境是這樣的 我和美國這個科目 這個經濟貿易關係 是一個正題 您就會說呢 我們這個民地形式 中國看這個 表面上看 有一些影響 但是呢 這個影響是有理有畢的影響 有好的一面 也不理的一面 是吧 比方說 中國人現在 因為這個 人民幣升值之後呢 把美國利用 那就便宜多了 是吧 那麼美國人 因為這個 中國人民幣升值 這個9月機會也多了 這個問題啊 不要把它看成是一個 對 生物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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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說是 對這個 中國和美國這個 兩國的貿易關係 有一個影響的 我個人的關鍵是認為呢 中國不要抗死它 因為世界上燒不了美國 如果世界上沒有美國的話 會非常亂 很多世界 如果沒有美國 從面來卸奏 來平衡 那這個世界的秩序 是很難保證的 當然 現在這個中國的經濟 這個勢力 增強了 中國國際增強了 美國和中國要進行深度的合作 包括情報合作 這樣來維護 整個世界的這個秩序 這是我的觀點 好 感謝 這是河南的顧先生 麥克諾頓先生 剛才我們接了這 兩位觀眾的電話 他們兩個人的觀點 倒比較一致 他們好像就 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上 他們兩人好像都主張 人民幣應該進一步升值 讓人民幣和美元的價值 或者說讓中國人民的這種消費的能力 和美國人民的消費能力 能夠相等 這樣才是最好的 你怎麼看這種看法 這麼說吧 這個的確是未來 也就是說長遠來說 在這個未來 就好像美歐之間的關係一樣 200年前的歐洲 比美國要富裕多了 但是我們卻不斷地成長 那到了今天 那麼從個人這種收入來說 美國人要比中國人富 但是中國卻是迎頭趕上了 是吧 它也在不斷地成長 那麼美國的經濟會收縮 或者是會崩潰等等等等 而社會主義呢 就一天一天好起來 資本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 這個說法是不確切的 這個不會出現 但是我認為 在長遠來說 中國依靠這個貿易 依靠獲得這個新的技術 和新的這個發展 還有這個新型的教育 還有新的這些 這些金融的這個機構 或者是機制 中國呢 將會呢 用這個平衡的方式來發展 就達到了歐美這樣的這個水平 這個呢 可以說呢 才是一個真正的 這個未來的這個景象 也就是說 從中呢 中國人民因此獲益 那麼獲得真正意義上的這個 收入的增長 而貿易 那麼如果呢 不是以平衡的方式進行的話 或者是失衡的話 那麼它呢 就沒有達到這個所謂 這個互利供贏 或者是互相尊重的 這麼一個要義了 就好像波音公司的這個 非公平的這麼一個補貼 而我們回頭看中國的人民幣 它可能呢 也是人為的壓低了 那麼這個是不公平的 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有一個有準則 這麼一個這個為基礎的機構 叫做失貿組織 那麼中國呢 是一個這個成員 那麼我相信中國呢 是這個真誠的願意 遵守準則的 所以呢 未來的這個一段期間內呢 中國將會成為一個這個平等的 而且呢這個公平的這個 這個失貿的成員 嗯 還是回到這個 剛才我們提到的奧巴馬總統 成立的這個聯邦之法 貿易之法機構以後啊 就是在這個機構成立以後 不久很快呢 就是美中兩國之間啊 就在貿易上就出現了好幾次爭端 甚至就有人擔心說 這美中兩國會不會就是 產生這樣的貿易戰 那比如說就是在這最近呢 就是中國方面做出了決定 對稀土的生產與出口進行限制 那麼這也是遭到了這個 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西方國家的 一些批評 那麼同時呢 這個中國在批評美國 在貿易保護方面批評的最多的 就是說美國也對一些許多產品 對中國進行限制 比如說這種 介於軍民兩用 軍民兩用之間的這樣的一些產品 對中國也是限制 你怎麼看這個現在這些現象 當然就是還包括現在美國 又對這個中國進口的太陽能板等 徵收懲罰性關稅等等 這些現在特別的多 會不會產生貿易戰 貿易戰是可能的 那要取決於 也就是說這個 所謂違法違規的這個情況有多嚴重 那麼當然是一方面違法違規呢 還是雙方面都有 我覺得情況是這樣的 美國對現在相當敏感的一些事就是實驗 那麼在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這麼一個經濟裡頭 可以說人為的要創造工作機會是很難的 你只能依靠這個市場的這個本身的力量 就好像其中的一位聽眾說的 那麼比如說好像這個美國的這個樓市 或者是房地產的這麼一個這個泡沫影響了這個全球 就是這樣 那麼所以呢 在其中呢 在其中呢 說到這個實驗呢 對於在從經濟上 企業的這個角度來說 最終呢 從這個政治上來說呢 都有很大的這個影響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政客們 在這個華盛頓的政客們 對於這些事情都非常敏感 比如說 那麼說到這個太陽能板 在中國這個製造的 是受到政府的大力的補貼 我們的這個國會議員們對此就很敏感了 他們會認為 美國的這些太陽能板的這個製造商呢 應該呢 也能夠這個成功 以至於呢 這個創造更多的這個工作機會 但是倒過來 來中國的這些同行們可就不樂意了 是吧 所以這裡頭呢 是會有衝突的 而在另一方面 美國呢 兩次都提出了 我們呢 也並不是說呀 這個 可以說呢 是完全 這個沒有瑕疵的 那麼比如說 好像這個波音公司一例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一些這個出口方面也進行補貼 我相信中國呢 也會提出這方面的這個問題 但是呢 我們有 世貿組織 我覺得其中的一個這個組織的好處啊 就是它能夠提供 不同的這個國家 進行 對於貿易的這些摩擦或者問題的進行和平的 這麼一個解決 我覺得這個貿易本身呢 這個以來呢 是皆有之 但是我覺得跟以往不同 就是我們有了一個解決貿易糾紛的 這個世貿組織 它能夠呢 用和平的這個方式 不用這個貿易戰的方式來解決貿易的糾紛 還有很多觀眾和聽眾等待現場 我們再來接幾個電話 湖南王先生 湖南王先生你好 湖南王先生還在先生嗎 好的 我們接下一位 天津張先生 天津張先生你好 張先生請講 我有一個問題 想請專家給我解釋一下 就是關於中國這個外匯這個問題 這個詞啊 我經常聽到這個詞 但是我對中國外匯這個詞呢 特別感到這個有點詫異 不可思議 是吧 這個主要是我理解呢 就是比如說 中國把產品賣給美國 美國呢 給中國美元 然後呢 這個中國再把美元 換成人民幣呢 給那個廠家 這個我在我的理解呢 這種這種現象 是不是它使用兩次啊 我總這樣來理解 我想聽你專家是怎麼樣 看待這個問題 嗯 好 感謝天津的張先生 在麥克諾頓先生 回答他問題之前呢 我們再接一位山東的劉先生 山東劉先生你好 山東劉先生 是我嗎 是劉先生請講 我就是想跟你說說一個那個西土的事 就是這個WTO的規則啊 多數都是這個美國制定的 所以這個中國在加入WTO 它遵循這個WTO規則的這個本身就是處於這個弱勢地位 所以這個美國說這個西土 西土的問題本身美國自己有西土 它自己不開催 為什麼要讓中國這個以破壞環境為代價 然後還要降低價格多開催出口 這是不是太大張了 好 山東的劉先生 感謝您發表您的觀點 我們再接一位吧 還有一位也是山東的魯先生 魯先生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覺得那個資本主義 所要代替社會主義 這是很可笑的 資本主義呢 可能會產生經濟危機 但是社會主義 產生的是社會危機更嚴重 我對中國經濟相當的不樂觀 現在來說 我們有如下比較問題 一 資源枯竭 二 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也出問題了 一方面 隨著分配不公 導致這個人力資源配置不公 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個官僚越來越多 吃垮 你把那個利益呢 更多的利潤空間給吃光了 第二個 就是民工階層呢 因為社會利潤分配不公 導致社會動盪 在一個方面 就是教育改革失敗 培養不出人才 隨著這個 這幾個問題一出現了 中國經濟會出現 因為現在人家有點頂點 我覺得中國經濟已經崩潰了 不是很遠了 好 山東的魯先生 打斷你 因為線上有很多觀眾和聽眾 感謝您發表您的觀點 山東魯先生 主要是對中國經濟發表了他的觀點 前面兩位觀眾向您是提出一些問題 比如說第一位觀眾是關於這個 就是中國的所謂外匯的這種說法 另外就是他對外匯的這種理解 你覺得他對外匯的這種理解 對不對 一部分 一部分 只是對了一部分 其實在以前 當人們貿易的時候 它一般是用銀 用金來進行 作為媒介的 那麼問題就是 現在如果從銀 金還有銅 都不用了 就是用貨幣了 那麼貨幣 與我們進行貿易之間 是建立了一種關係了 也就是說 譬如說好像有人 買了多少歐元 有多少人 又買了多少日元等等 或者甚至是買了這些人民幣 或者是一些比較小的國家的這些貨幣 但是問題就是 有好幾個大的貿易貨幣 包括日元 歐元 還有美元 但是他們之間的這種 所謂幣值或者是匯率 是隨著他們的經濟的 或者是貿易的進出口量 而進行浮動的 那麼也就是說 一個出口人 還有一個進口人 他之間 在不同的貨幣交換之間 是應該是平衡的 所以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裡頭 他之間應該說是非常 這麼一個 他的匯率的 可以說匯率應該是保持不變的 但是事實是 由於經濟的一些行為的 或者是活動的改變 有可能是忽如其來的一些位置的因素 也包括石油 這個起伏出產的起伏 甚至是惡劣天氣等等等等這些個因素 都會持續不斷地影響著我們的世界的經濟 從而影響我們的不同貨幣之間的匯率 其中有一位 有一位讀者 聽眾就說了 資本主義會一天一天爛下去 但其實這個恰恰就說明了 其實這個就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運作的非常好的方式 那麼我就覺得從這個角度來說 這個資本主義恰恰就證明了 可以說是非常強健的 蓬勃的發展 而從政府的這個角度來說 政府是可以干預這麼一個所謂匯率的平衡的 它可以出台一些政策 導致這麼一個匯率的不平衡 比如說好像日圓 以前是日圓 現在可能是人民幣 它可能是有意的拉高等等 那麼山東這位先生提的一點 我想回應一下 美國並不是為世貿組織制定準則的國家 美國只是參與了這個準則的制定 而其實很多這些準則是在中國成為成員之前已經制定了的 但是大家別忘了 三十年前中國跟現在可以說是不可同日而語 它的對外貿易規模是很小的 而微不足道的 而且它的經濟活動並不是向外侃的 它沒有加入世貿組織 它也不願意加入世貿組織 但是在過去的三十年 有很大的改觀 可以說是有180度的改變 中國人民因而獲益 而中國現在是作為一個新的成員 當然它是一個完全的世貿組織的成員 但是畢竟是一個新的成員 所以未來中國在準則的制定上面 將發出自己的聲音 中國也沒有期待比更少的這麼一個權力 我們再接一些電話 現在還是有很多觀眾和聽眾 江蘇熊先生 江蘇熊先生你好 喂 你好 請講熊先生 是熊先生請講 我想問一下 人民幣匯率的升高 對於中國國內的 一般的老百姓來講是有利還是有弊 現在中國現在貧富差距這麼大 老百姓生活成本非常高 大家現在都生活不起 人民幣匯率的升高 我想它直接帶來的應該是進口 進口的話 但是這些這麼安慰的消費品 都是一般普通人消費不齊 那麼人民幣升值究竟比我們這些 一般人就是說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我想問一下這個問題 好 江蘇熊先生 待會兒讓麥克諾頓先生回答您這個問題 我們再接一位重慶王先生 重慶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還在 先生嗎 跟陳建俊先生 他對於鄉蘇熊先生 陳建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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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這樣 中國的經濟現在是 零下地不行 像這個時候不行 鬼略这个民众 现在有些人都训练连组 包括在内 在内都是在务里 当然了 现在就是看他这个媒体 上网嘛 有些网络上不上去 现在就是 就是看这个 咱这个玫瑰指引 所以说疯狂无事地上去 玫瑰指引这个网织 从来都等不上去 春节能够向您提出 您是不是把这个 76年唐甩地点那个事件 就是说是 就阳光威士那个报道 这个事件 以前都知道 你把这些事情 还有八六事件的背景 还有在那个唐甩地点设计 时候结合到那个 85年的欧阳案 那个事件 把这些事情 被突破的背景都摔好 都知道 因为这个是个看过 在阳光威士上 我希望到美国经约伯 就是你们觉得 你更具体更全面 把这些事情 被造成做得好 好 陕西的敏先生 感谢您打电话 进来发表您的观点 给我们提出建议 非常感谢 刚才这有一位是江苏的 重庆的王先生 应该是 他提出来就是 人民币的这个升值 汇率升值 对老百姓 对很多人 比如说刚才提到 失业的这样的一些人群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刚才当然有两位表示 人民币还应该继续升值 当然有很多人担心 这人民升值到底对 中国的民众的民生 到底有什么好处 那么其实 对于老百姓 可以说是一个大好事 那么首先是说到 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 其实我们也同时涉及到 别的一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了 比如说好像泰国与中国的贸易 那么这个贸易是以美元计价的 所以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 相对来说 就是有益于 如果是更平衡的话 或者人民币更高的话 就汇结了中国的消费者了 是吧 那么现在到过来 泰铢跟美元的汇率 因为泰铢低 所以到过来 中国也是能够获益了 也就是说 那么泰国的一些 从中国的进口 由于泰铢比值低 所以它可能又因此获益了 也就是说 美国与中国的进入出口 可以说是影响 有全球的效应的 那么我觉得这一点 就很重要了 所以汇率的稳定 并不是双边的 那么比如说 好像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 可以说是全球性的了 刚才我们谈到 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关系 刚才谈到就是规则的问题 当然刚才很多中国人认为 说这些规则 都是你美国 或者西方国家制定的 现在就是这些规矩 就是来遏制中国的 刚才你已经做了一番解释 不过我还是想请您评价一下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这么长时间了 十几年的时间了 对世贸组织的义务 履行的情况 另外美国在世贸组织当中 履行义务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 我非常坦率地说 两个国家 都会被自己国内的政治 所制约的影响的 比如说日本和美国之间 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 比如说美国批评日本的贸易政策 白宫和国会对于日本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和缓的 因为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么比如说美日之间 可能就有一些比较微妙的 这么一个关系了 但是如果他们之间没有这个关系的话 它可能就比较强硬了 那么所以这个世贸组织 除了这个世贸组织之外 还要看每个国家 对于某些议题的 或者是政策的敏感度 那么这个的确也是一种现实 我们要拭目以待 所以可以说不同的情况 有不同的处理或者是做法 而我觉得最重要的贸易 必须要公平 但说到这个弹性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国家 至于怎么用这些准则 它是有弹性的 也就是说用不同的态度 来解决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纠纷 这个就所谓弹性 中国总是说自己 仍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您看来中国现在 到底是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还是一个发达国家 这有意思 那么如果我们从人均收入的 这个标准来说 就是人均收入 那么当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是如果你从 就是说中国在这个世界贸易里头 它的这个所谓影响力和这个所谓级别来说 这个所谓重量来说 它就是一个发达国家 所以可以说它是有两面性的 那么一方面你可以把中国 好像泰国这样的这些国家 来对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是同时中国又有巨大的影响力 用这个方式来对待 它好像也不妥当 所以中国这里可以说在世界贸易里头有两面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谈到这些贸易的时候 谈到投资也好 这些问题就会谈到中国的这个企业的这种模式 最近在中国讨论的也比较热 那有人就认为 中国应该彻底的取消国有企业 而把国有企业进行私营化 进行私有化 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 是不是应该完全的私有化 彻底的私有化 还是部分的私有化 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是渐进的私有化 可以是一个好的政策 那么国家以及国有企业 可以说是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 如果占的比重过大的话 都是一个问题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了 比如说阿根廷是一个问题 还有别的一些国家也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国有企业占据 这个经济的份额太大的话 你就带来了一连串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既官僚拥肿 还有甚至是群带关系 那么比如说这个亲朋妻友 获得工作 而不是以这个业绩 或者是以财单为考量等等 那么同时呢 一些这个政策出台 可能是更倾向于这么一个国有企业 从而是排挤了民营企业 就是所谓国际民退 那么这样的话 也会导致腐败 那么长远来说 对于国有企业本身的发展 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那么尤其是一个这个国家发展的 这个速度快速的这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你必须要让这个私一私有部门 能够跟这个国有部门进行这个竞争 因为这样才能够跟健康 那么对于整个这个国民的福祉 才有更多的这个建设性 好 时间的关系吗 葛顿顿先生 我们今天谈到这里 今天是大家谈讨论到这里了 感谢亚洲投资咨询公司的 麦克诺顿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我们各位观众和听众的 收听收看和积极的参与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通过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全方位的新闻与评述 通过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访问VOA Chinese 美国之音处处看 写信到chineseatvoanews.com 订阅每日电邮新闻 获取最新搬墙上网方法 登陆goenglish.me 在线学习英语的互动课程 英语天天说 VOA在新浪微博的英语学习之家 今天时事大家谈谈全部内容 就是这些 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通晓美中纳事 锁定美国之音 我是林森 今代表美国之音 中文电视所有同仁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